我们跟世界上国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慈然盆地 侏罗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是绝品 海南省博物馆两方唐伊斯兰教徒珊瑚石墓碑 近日入选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客文物名录 这两方珊瑚石墓碑 来自海南灵水三亚沿海一带的伊斯兰古墓藏群 海南岛为何会出现伊斯兰古墓藏群 背后蕴含了什么中外文明交流往事 海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贾斌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对此作出解答 这两方珊瑚石碑之所以能入选这个名碑 其实跟自身特点是有关的 这两方石碑他们发现于海南东部沿海的沙滩上 他们是古代来海南的伊斯兰先民 在这里长眠以后留下的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两方石碑 注意一下上面的一些文饰的装饰 是非常具有阿拉伯典型特点的 首先这些石碑它的背首上面称山字纹 或者是龟字纹 它的上面的文饰 通常的装饰有神鸟纹 有太阳纹 有花卉纹 这些都是典型的阿拉伯的装饰风格 从这两方石碑来看 这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一个艺术水准 上面的文字通常就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 记载的内容就是死者的姓名和年月 有些还记载了古兰经那些内容 这两方石碑它是古代阿拉伯人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从遥远的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地区 来到我们的海南岛 对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 这一条商贸之路 文明交流之路 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据嘉宾介绍 1983年12月 广东省政协和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 组成联合调查组 首先揭开海南岛三亚和陵水 沿海沙滩上伊斯兰古墓藏群的秘密 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此后 海南当地各级文博单位 对海南岛南部沿海地区的古墓群点 进行认真勘察和清理 共确认有六处古墓藏群 目前保存最好的是三亚的藤桥墓群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存可见的墓碑有27房 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藤桥古墓群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双墓碑埋葬 我们这个墓葬群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它这个埋葬的是非常有特点的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双墓碑现象 它们第一就是成一次性排列 所谓的一次性排列 只是指这些墓碑排葬很有规律 比较整齐划一 它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它们埋葬于主要是这种海边的沙地上 这些墓葬经过发掘 它们是由长边是由三块珊瑚石板 短边由一块珊瑚石板拼接而成 上面没有盖板 下面是不铺底 这个墓群跟我国沿海地区如泉州 广州 这些地方发现的伊斯兰墓群相比较 最主要的一些不同点 如第一就是它们的材质不同 我们这里是珊瑚石材质 那里主要是花钢岩 油业岩 第二就是这个双墓碑现象 只有在海南才有发现 从这个双墓碑现象 我们经过和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地区 发现的这些伊斯兰墓葬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推断出我们这里的伊斯兰墓 具有明显的早期性 年代可以推断到唐代的中晚期 据嘉宾介绍 海南伊斯兰古墓葬群的发现 表明了海南岛已是当时 波斯和阿拉伯商人 纪伯定居及活动场所 他为研究中外经贸活动 文化交流 以及海南伊斯兰教的传播 海南南方沿海地区回族的历史 提供了重要依据 伊斯兰古墓葬群 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提供了佐证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千多年来 这些散落在海南岛的 伊斯兰教徒墓碑 历经了海上贸易的繁盛 见证了中外交流的盛况 称为海南在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永久标志 这些珊瑚石墓碑 珊瑚石墓的主人 他们主要是来自于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地区 他们是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通过这条商道来到了遥远的东方 在这里登陆 居住 生活 在这里繁衍 在这里定居 他们留下的这些墓葬和墓碑 就成为一个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繁茂的一个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